各位師兄慈悲 今晚我們又再重溫《金剛經》了 上一次曾經講過 每一部佛經都有罪份、正中份、流通份三份的 《金剛經》的罪份 就是從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社衛國 其樹吸孤獨元 這裏一直到修衣缽 洗足以夫座而助 這裏就是屬於罪份的文 但是在這段罪份的文之中 又再分開兩段 就是分通罪和別罪這兩段 從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社衛國 其樹吸孤獨元 與大比丘眾1250人區 這裏就是屬於通罪 第一段的通罪 什麼叫做通罪呢? 通就是同的意思 是共同的意思 因為我們知道每一部經 開始時都有一段的經文 敘述的 如果大家留意一下 你們念彌陀經的時候 也都有一段 有這一段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社衛國 乃至到1250人區 都有這一段的文 所以通同每一部佛經 都有這個罪文的 就叫做屬於通罪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佛在世的時候 所講的法 到結集佛經的時候 就由阿蘭專者複述出來 經過諸大弟子共同承認 印證紀錄之後 流傳於世間的佛經 開始的時候 一定是有一段的罪文 就是罪術 叫做通罪 通同一切佛經 都有一段的罪文 因此叫做通罪 那個彌陀經 我們常常念 大家都應該知道 是很熟悉的 有這些文 也有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社衛國的這段文 法花經 也有這一段文 靈嚴經 也有這一段經文 所以每一部佛經 都有這一段經文的 就一名叫通罪 這個通罪 又有一個名稱 叫做正信罪 或者叫做六種成就 六種成就 就是在這一段文裡面 因為每一部經 都必須要具備六種事情 才能夠證明 才能夠證明 這部經典 的而且確 的而且確 是佛陀說的 值得我們 信受奉行的 在這幾句 這個經文之中 如是我聞 如是 這兩個字 就是信成就 信是相信 信成就 在大致道論裡面說 如是 就是表信 信得過的 就說如是 信不過的 就說不如是 好像我們有時候 跟人聊天 人家說 這件樣子是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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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信他 是呀 是呀 那就如是 如果假使他 說這句話 這樣這樣 都不是這樣說的 都不知道是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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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不如是 信就是如是 不信就是不如是 佛法 極知 深妙 信 是能入 如果我們沒有真誠善意的信心 就不能夠虛心 領回佛法的道理 變成了文法成為 法不入心 於是 又表自為 有志的人 能夠如佛所說 就不為真義 這樣呢 就能夠停止棄論 爭執這些無意義的言論 所以我們修學佛法 是以 知為根本 沒有信 如果你不信 等於什麼 等於沒有守 沒有守就不能夠 就算入寶山都拿不到佛法的寶藏 沒有知 也都由於好像沒有眼目 不能夠明見了達佛法的心意 一經開始 就說如是 乃是表示 唯有信之具足 才能夠深入佛法 得大寧益 所以信 是非常之重要 諸佛 一切諸佛 他們恩中 我們大家要明白 佛呢 不是 虛無 無緣無故的神仙 來的 佛呢 每一尊佛都是由人而修成的 並不是說 從哪裡 從哪裡 無緣無故 是有出來 他就是佛了 這樣 並不是這樣 每一尊佛都是由人修成的 諸佛恩中 他們在恩地的時候 未曾成佛的時候 仍然是凡夫的時候 仍然是凡夫的時候 都是由信而生解 由了解 由了解 由起修行 由修行 然後才得正佛果 這些都是屬於信 所以信這個字是非常 極之重要 因此說 信為道願功德武 掌養一切諸善根 又說佛法如大海 為信方能入 佛法是如大海一樣 這麼深地說 如果你沒有信 你始終不能夠進入佛法的大海裡 採取寶物 因此信是很重要 一切善法 由信如生 佛道也是由信如成 故此如是這兩個字 就是屬於信成就 也就是法體成就 這部金剛經 是什麼法體呢? 金剛經 是以 波野真空為法體的 我文 我文兩個字呢 就屬於 文成就 我是結集經的人 自稱 結集經這位 這位菩薩呢 就是那個難尊者 因為三藏教典的經藏 經律論三藏中的經藏 是柯蘭尊者結集的 柯蘭尊者一生親近佛 他是佛弟子之中 多聞第一的一位尊者 他聞佛法 一句不留 所以對於佛法 如瓶射水 灌注入於他的腦海之中 所以就叫做聞 這個聞呢 也就是我們常常說的 聞師修生為中的聞為 就是聽聞的字為 有聞 是什麼意思呢 聞就是由 柯蘭尊者的耳根 對佛陀說法陰聲的 升塵境 於中間是發出儀式 於是呢 就有聞的作用 這些是屬於常人的境下 來講的 好像我們和人聊天都是 大家你和我說 我和你說 我的耳根去到聞到你的聲音 你的耳根又聞到我的聲音 於其中間發出儀式 就聽到 你說這句是什麼說話 你說什麼事 你是什麼的道理 你由這樣呢 就領略得到 那這些就是依上人的境界 來講的 如果是 佛菩薩的境界呢 就不同了 不需要一定用耳根聞 所以六根都可以互用 六根是無外 不一定是要以聞的 又在我們 常人聽聞 是覺得有聞的境界 但是如果在諸法實上 平等性中 佛是無說 無事 眾生 雖然在文法 也都是無聞無得 明白這種道理呢 才是叫做真正的如是我聞 那這裡本來 為什麼我聞呢 本來是以 而不是我 為什麼說以聞 不說我聞呢 因為我 是眼耳等六根的總管 以 是六根的別相 所以 現在是以總涉別 故此稱為它叫我聞 如是般若真空無上的法體 是佛陀親口所講的 乃是我阿蘭親耳聽聞的 基教相頭 心心相啟 因此就叫做 如是我聞 一是這兩個字 就是指 說法的時間成就 因為天上 人間 龍宮 各地的時間是不同的 他們的歷法是不同 不能夠指定 年、月、日 所以 只是 反稱叫做一是 總一個來說 就是佛的大悲心 和眾生的善根力 感應度交 因緣和合 正是講這部經 的時候 就是叫做一是 佛 就是 說法主成就 六種成就之中 就是說法主成就 那這裏講佛呢 相信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裏這尊佛呢 就是 娑婆世界的教主 釋迦牟尼佛 在社會國奇樹級高讀元 社會 是一個 一座成的名字 不是 國 這裏叫做社會國 其實 這個社會成的國家 所在的國家 這個國家的名字叫做 驕薩羅 是驕薩羅國 因為古代那些國家的遺責 他們的習慣呢 每每都以一座大成 稱為它做國的 社會成 是驕薩羅國的首都 凡語社會 發懷言 就是我們中國音 叫做文物 因為這座城的政治 文化 物產 都很發達 在當時印度之中呢 是一座很有名的城 所以這座城 就用這座城 這個國家的名字叫做社會國 這座城就叫做社會國 其實這個國家 就是驕薩羅國 社會國 奇樹級高讀元 就是 雪經的處所成就 這個處所就是地方 就是港經的地方成就 因為呢 凡是橫經說法一定有地點的 如果你沒有地方 是不能夠成立這個法會的 故此呢 這個地方 社會國奇樹級高讀元 就是 說法的地方成就 與大比丘 1250人 他就屬於聽眾成就 有了信 文 時 處 主 眾 這六種成就 具備 就可以證明 這部經 的確確是佛陀親口宣說的 值得我們去信秀奉行 所以這段文呢 是通罪 又稱為正信罪 又叫做六種成就 那這段文 通罪呢 就是通於其他佛經 都同有這一段的罪文 《與時世尊食時著》 以慈勃 入社衛大乘黑食 於其城中遲遞黑耳 還至本處凡食日 修以撲洗足以夫座如座 這段文就是 罪份中的第二段文 稱為法體罪 又名叫別罪 前面那段文叫做通罪 每一佛經都有這個罪文 現在這段文是別罪 就是乃是這部經 才有這個罪術 就是個別罪術 始經發起的因緣 別罪就是每一部經發起不同 每一部經發起有每一部經的因緣 這個別罪 這部經的別罪是什麼呢 就是展明無言般若 無言般若是全經精華妙義開始所在 食時 這裡講食時 日經中說佛祭日中一食 早上是什麼食呢 是諸天食 唐晚是畜生食 入夜是餓鬼吃 所以以前我們小時候 年輕的時候 在佛堂裡 去到佛堂 看到那些老師傅 他們老師傅說 你們用碗碟 不要這麼大聲 Cling come down 因為那些餓鬼聽到這些聲音 他們就機火上升了 你們晚上吃都要很細心 那些碗碟不要響 輕輕的 不要搞到這麼大聲 就是這樣的原因 入夜就是餓鬼吃 正午就是三世諸佛食 所以食時就是將近中午的時分 就是一切諸佛菩薩食的 佛在這個時候 在食的時候 佛陀和弟子們 就入社衛城去化食了 佛陀祭彼優是三依一搏的 日中一食 但是還要以平等心 次第去行黑 就是當你去黑食的時候 要順著次序 只許黑七家的 一家一家一家 跟著次序黑 七家如果你黑不到 就算數了 這日就沒得吃了 如果你黑的時候 或者不用七家 你黑到滿了 你又要走開 不要真正又貪心多些多些 要黑夠七家 當你黑的時候 順著次序 不要去選擇 這家有錢的 當然有好東西吃了 我就走去那裡 這家是沒有錢的 當然沒有好東西吃了 我又隔了它 不去黑 不可以這樣 痴遞行黑 只許黑七家 一家一家 順治次序 是不可以選擇 三依 就是五依 七依 大依 三種 因為佛台 穿衣 這個衣是有三種 五依 七依 大依 三種 五依 又名叫做安陀匯 中國音叫做五條衣 是出家人穿的 不論睡覺 或者做事 就算大小便 都是不離身的 這些等於我們日常的 貼身衣服一樣 又名叫做作無衣 做工作也是穿著它 不論睡覺 做事大小便 都不離身 七依 梵音叫做骨多羅僧 中國音叫做七條衣 又名入眾衣 就是平時師傅們 見師傅們搭的那些衣 是平常入眾見人的常禮服 第三 曾奇尼 又回來叫大衣 大衣 由九條至二十五條造成 有些是九條 有些是十一條 有些是十三條 有些是十五條 有些是十五條 最多的是至二十五條 這些好像法師們說法 是在黑色的時候 說法的時候 或者見重要人物的時候 大法會的時候 所穿的 這些是屬於禮服來的 那三衣合稱為 袈衣是屬於懷色衣 出家人穿搭這種懷色的 知衣 表明能夠將煩惱催落 離舊清淨 所以又稱為無舊衣 撥 凡與撥多羅 回到中國音 叫做應涼器 應有三種 有三種應 第一是顏色應 撥是要灰黑色的 令到顏色 不要那麼鮮艷 就不會起外染心 第二 這個撥的體質 不要那麼廣告 那麼美麗 那麼華麗 那麼幼細 撥體是要粗躁的 這樣令到用的人 是不要起 有貪心 那麼以前那個 金碧峰祖師 就是因為他自己 愛惜自己吃飯 那隻肉撥 一切都寫 他是很有修行的人 已經是得正得誤導的了 但是他這隻撥 他是不捨離 他心心念到 是掛著這隻撥 所以幾乎被那些鬼仔拉了去 幾乎喪失這個遺命 後來他知道這隻撥的障礙 外心障礙 將這個撥打碎了 之後專心入禪定 故事那些 他時間 雖然這個 壽命已經盡 那些鬼卒 雖然是準備去 帶他去見炎王 但是因為他那個時候 那個肉撥打爛了 心無掛礙 心入禪定 因此 始終那些鬼卒 是捉不到他 所以 這個應良器 這個撥這個體 是應該要很粗躁 不是那麼美麗 不是那麼華麗 使用的人 就不會起這個貪心的意思 先 第三 就是 大小相應 隨著每個人的食量 大小 是不可以過大 也不可以過小 佛用的撥呢 傳說就是 四大天王所獻 用來供佛的每一位天王 都獻一隻撥給佛 佛 佛拿得哪一隻呢 用得哪一隻呢 因此佛將這個四天王所獻的撥 通通搭起 用神力 將四個撥 合成為一隻撥 所以佛的撥邊 是有四層 四層邊緣的 四層跌行的 那這些呢 就是有撥的歷史 那在《法集經》裏面說 諸佛如來 是無本無有機殼 大小便利 疲勞 病痛等苦 通通是沒有的了 但是為了眾生的緣故 所以就示言 黑食 佛陀自己慈撥化食 就是顯示佛的慈悲 令到眾生 報師作福 心中善根 為世間的福田 那這種就是屬於利他 另一方面 它是不貪口福 專心修道 這些就是屬於智利 智利 其實佛陀是不需要飲食 但是為了令報師者得福 所謂報師 所謂報師者必惡其利益 在佛堂裏面 念供養咒都是有這樣說 而且以身作則 不知每天領眾入城黑食 那為什麼我講這麼多 這個罪犯的文 一方面 我是初開始的時候 這些經文好像我沒有講過 所以現在就略略提出來再講一下 只是大約講而已 不是詳細講 還有 所講這段文的意思 這段文是非常之重要 因為 很多大成經典 都是當時佛章要說大法的時候 或者是放光動地 或者是天遇寶花 先先現種種瑞相 然後 表示佛陀要說大法 所以有這種瑞相片演現 但是 本經 金剛經 不同 將要發起的時候 佛陀 只是從日常生活 穿衣、食飯、出入 妄法在日常生活之中 來做起 令到人覺得平淡無期 以為這個生活之中是平淡無期 誰不知道 平淡無期的生活之中 實在是穩行有深深意義在裏面 就是顯示 般若大法 因此 就是有這段 這樣的罪文在裏 黑食 黑食屬於戒 OK 夫在餘助 就是屬於定 入定的時候 正觀法上 緣起無實 心無分別 就是屬於為 這個為就是智慧的為 又來往 在奇緣精舍 所以 社會成宗 屬於新業 入定攝心 正觀 就是異業 出定說法就是語業 這個語業就是口業 三業精進 三業精進 三學界定為相負之座 就是講 金剛經的緣起 所以每部經 的發起因緣是不同的 其他 大成經 有些以佛將要說大法的時候 就放光現遂為發起的因緣 而本經 佛台以入成黑食為開端 這個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之中 為開端 波野經的中心思想 就是在誤一切法 無自勝空 離種種妄執 但是 除妄執 誤入法性 是離不開 戒定為 這三學 顯示戒定為 是佛弟子 日常生活之中 不可以劃決的課程 等於什麼呢? 等於人 日常生活 離不開 衣食的一樣 那麼重要 如此 佛陀就只是 以這個平常 日常之中 來做 為發起因緣講 這部經 從體悟這方面來講 一體悟這個真理這方面來講 聖空離相 並不是離開緣起法 這個緣起法就是世間法 我們大家聽了這麼久都知道 一切法由因緣生 因緣所生法 沒有實體性的 是兇 虛妄的 所以不應該執著的 如此呢 在體悟這方面 體驗這個聖空是離相 離相並不是離開緣起法 就是要從日常生活之中 去體驗緣起法是不實 是生命 是無常 這樣呢 就不要生取著心 不要生執著心 不要亂發脾氣 不要亂生親癢 所以穿衣 食飯 來 往安 住 通通都是正觀 緣起聖空的道場 來的 佛陀 將要開示 是般若真空 所以先先在衣食 住行 日常 平凡的生活之中 來表達聖空 即是緣起 緣起 就是聖空的 妙兒 剛才說 義時 世尊 入社為大乘 黑食 至到夫座 愚座 這裡是屬於別罪 佛陀在整個別罪之中 就是做什麼 在這個平凡的生活之中 做什麼 整個別罪之中 就是說無言般若 所謂無言般若者 就是實相 實相 是無言相 如果有言相 就是內心 在攀遠分別之上 真正的般若 是不可以有言說的 所以佛陀在日常生活之中 佛陀在這裡修行佛法 正所謂平常心事道 以前有位法師講過一段故事 他說 是有兩間廟 他們是隔壁的一拍的 有天 左邊那間廟有個小和尚 他就在這裡想 他說 他所想是想什麼呢 我們這間廟的老和尚 道行高啊 還是隔壁那間老和尚 道行高呢 他想著想著之後 他自己忍不住 後著臉皮走到旁邊 見隔壁的老和尚 見到老和尚 請問老和尚 什麼是佛法 老和尚說 剛剛那個時候 老和尚在喝茶 老和尚說 你先等一會 等一會再告訴你 那之後呢 老和尚就走去做什麼呢 穿草鞋 擔草頭 走去外面那個菜園雪掘地 掘地 掘地回來之後呢 就對這個小和尚說 那這些就是佛法了 那小和尚 哇 這個老和尚真的道德高啊 他的道行真的高啊 那當時真的就回家了 回去就見自己的老和尚 見自己的老和尚 跟自己的老和尚說 他說 旁邊那個老和尚 真的很偉大 那自己的老和尚問 怎樣偉大啊 他怎樣偉大啊 那他就把一五一十啊 那個老和尚怎樣穿草鞋啊 怎樣擔草頭啊 怎樣去掘地啊 就告訴自己的老和尚聽 那自己的老和尚 後來就問他 他說 你見他這個時候 他在做什麼啊 他說他在喝茶咯 那老和尚說 他喝茶那段時間 他是做什麼 那些佛法去了哪裡啊 他說其實不單獨 穿草鞋擔草頭 佛地是佛法 你就算是喝茶吃飯 都是佛法 那個小和尚啊 哇 那又是我們老和尚那個 那個導行高了啊 就是在日常生活之中 喝茶吃飯 行來盡子 都是佛法 所以呢 就是 平常心自道 波野道 就是在日常生活之中 生平 我們 我們以這個平常心 能夠 在平常心之中 體驗到 就是 平常就是佛法 是不需要 寫近求願的 職於面前自己的生活 就是屬於佛法 所以佛陀 在日常生活之中 皆在修行佛法 也就是宣說 金剛波野波羅脈經 那麼這一段 別墜的經文呢 就是正宗憤的先道 換一句話來說呢 也就是引善 是引出衰菩提所問 如何航心安住 佛答正宗憤全經的 航心離上 無住生心 也就是離上度生 無住行屍的 文字 觀照 實相 這三個東西 的微妙法義 所以金剛經 是大乘的經典 凡是大乘經典 都是指導修學者 以成就佛果蠔提 為歸向的目標 佛果 是最高無償 欲賞得正 別先就要修恩 你如果不修恩 是不能夠得果 修恩是什麼 修恩 就是先要發菩提心 發菩提心 在本經 的確確是一種重要的課題 換一句話來說 發菩提心 是問佛 善男子善女人 發阿諒多羅 三秒三菩提心 應雲何住 雲何韓伏其心為開端 這裏所問 似乎 是有兩個問題 雲何英住 雲何韓伏其心為開端 是有兩個問題 但是 在原裝法師所譯的經 裡面 是有三個問題 這三個問題就是 應雲何住 雲何修行 雲何奢復其心 我們現在讀這部經 就是羅什法師譯的 雖然只是兩個問題 但是經文裡面 也含有三個問題的意義 即是說現在這一類 具有宿根的善男子善女人 應該怎樣發菩提心呢? 因為初發心的人 他們的定力是有限 智慧是不足夠 既然發了菩提心之後 又應該怎樣去羞恥 才可以令他安住這個菩提真心之中 而不會退失菩提心呢? 又應該怎樣令他節復煩惱 而能夠降伏心中的妄想呢? 令到佛心修學的人 於修行六道法人之中 能夠順利前進 使得這個心長著菩提道中 不會有蟹桌 冷散 而生退堂呢? 那這三個呢 實在是修行人 很大很大的問題 發心修行佛道的菩薩 如果真心得以安住 那這個妄心呢? 自然就會降伏 反過來 妄心如果是得到降伏 真心也自然得以安住 所以菩提專者所問的問題 和佛陀的心意是相啟合 正所謂相心相恩 因此呢 佛答的時候 佛答這兩個問題的時候 善善 相賺善哉 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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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附謠摯 善麥諸菩薩 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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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讚他 有大悲 能夠 傳聞 般若大法的 智慧者 所以佛以無住生心 就答他所問 應雲何住 以不著四相 就答西菩提所問 雲何何伏其心 般若大法 就是由西菩提 同佛陀 兩位問答 而開展 在佛所答的經文之中 應如是住 如是降伏其心 這兩句 就是正中分全經所說 要離上 法菩提心 無住修菩提行 的要義 重要的意義 所謂離上 法心者 菩薩 法廣大心 就不應該著 我人 眾生 受者的四相 他們滅煩惱 盜脫生死 正入清淨 自在的 涅槃境界 說到這個 涅槃 涅槃就是繁禦 逆過來中國 因此叫做 懸殖 懸 懸 就是懸悶 就說 應有的功德 都已經具足了 殖 就是殖滅 一切污染的集氣煩惱 都滅除 這樣就是 涅槃 就是由 般若 至光 滅除 貪 真 痴 等 煩 老 黑暗 解脫 生 死 苦 所 剩下的 清靜 光明 永恆 快樂 的人生 境界 是有四種 那這種就叫做 涅槃 所以 很多人誤會了 以為死就是涅槃 其實 死不是涅槃 如果是死是涅槃 變成 修行人 就變成 沒有修行的 善果 所以 涅槃 是屬於一種 很清靜 很光明 很永恆 快樂 的人生 境界 是有四種不同 第一 是叫做 自性涅槃 這個自性涅槃 就是我們眾生 原本 具有的 不生滅 無救染 不增減 自性天真的佛性 人人都有的 所以佛陀 成道就說 一切眾生 皆具有 如來智慧得上 如來智慧得上 就是佛性來的 因此 人人都具有的 第二 就是 有餘衣裂盤 就是 異性 聖人 他們了達 諸法 直別性 以真空志 除我可執擔 煩惱 內心 得到清靜 無險 得到 直靜的境界 但是由於 但是由於 宿生 劃業 所招 感得來 現在的 果佛色身 仍然存在 在世間上 為奮斷生死所依 所以說 只佛的煩惱 因 已經 斷了 果佛的色身 仍然在人間 這樣就叫做 有餘衣裂盤 第三 是 無餘衣裂盤 異性 聖人 見思煩惱 已經斷盡 果佛的色身 亦都 已經捨離 已經捨離 這個色身 不在人間 眾苦 是 永遠 除 再無有色身 為奮斷生死所依 入依空直的法性 無物我 自他 身心的束縛 所謂我生 以盡 凡行 以立 所作以辦 不在仇後有 這種就叫做 無餘衣裂盤 第四 無諸裂盤 就是諸佛 以及大菩薩的境界 他們以慈悲心 和智慧 涉化眾生 因為有大慈悲的緣故 不會常住這個常節光中 因此 倒架持行 入世 利益眾生 因此 不住裂盤 不住於裂盤 因為他入世利益 不住裂盤 但是雖然入世利益 但是雖然入俗利益眾生 不苦與樂 枉為眾生說法 但是他也都不會 住著於生死 不住裂盤 不住生死 故此名為無住裂盤 另入無餘裂盤 即是第三 第四 二種裂盤 釋迦世傳 據衰菩提說 菩薩 摩科薩 不但要發廣大心 救度一切眾生 還要以醉聖心 令所有眾生 皆入無餘裂盤 而後裂盤 雖然 令一切眾生 皆得滅度 皆得入裂盤 但心中 不應該起執著 於我 人 眾生 仇者之中 不應該起分別 所以 修學 般若法魂的菩薩 就必須要 深達般若真空之理 依理 起行 離世相 去情執 然後可以 降伏 心中的煩惱 令到自己 干住 菩提真心之中 這些就是 如是 降伏其心 亦 正式回答 衰菩提 所問 雲何 降伏其心 的問題 其次 開示 發心者 更要收 無住行 無住行 即是菩提行 修菩提行 是不離六道 所謂 布施 慈戒 忍辱 精進 神定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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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般若 是 布施 雖然是六道之首 但是 以波野 最為重要的 可以在 《大致讀論》裏面說 以五波羅蜜 直諸功德 以波野 波羅蜜 隨其 著心 以五波羅蜜 直諸功德 就是 前五道 講修一切 布施慈戒 忍辱精進 禪定 這是屬於修福的 所以 如果你修這個前五道 每一道住著 就變成了這個福是屬於有留福 所以一定是要 大陸的波野 來到領導 知道 在修五道之中 是無所住著 除去 這個 執著之心 然後所得 然後才是無留的 火報 所以在《經》中裏面說 若起精進心 如果你發精進心 說自己精進 精進 精進修行 這個是什麼 是妄非精進 是妄心 不是精進 因為你著了精進之心 你有著傷 若能 不起妄 如果你不起妄心 不起有精進之心 精進無誘 這種是屬於真精進 所以佛 於教導菩薩 應該離上 發菩提心之後 再對衰菩提 講 菩薩於法 應無所住 行於布施 就是無上布施 無上布施 無上布施 並不是施了 就沒有的 因為你不執著 你施了 你不執著 你這個功德更加廣大 因為你心無執著的時候 無邊無際 廣闊無崖 所以這個功德廣大到 由於好像十方虛空一樣 無量無邊 不可思量 故此說 若菩薩 不住上布施 其福德 不可思量 經文 雖然只是說行於布施 其實已經是包括 慈戒、忍辱、精進、禪定等五道在內 開示發心者 於所修六道行門之中 內心應無所住著 無所住著 所得的是無上之福 因為這個無所住著 就是無漏解脫之恩種 無漏解脫之恩 所以所得的福 就是無量無變 是無漏解脫之果 這裡就是應如是住 也正回答衰菩提所問 雲何應住的問題 講到這裡 今晚在這裡告一段落 下次再繼續 多謝各位 阿彌陀佛 多謝陳老師 多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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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各位